可口可乐汽水为了保住秘方做了这些努力 为什么它能坚持不涨价 现代社会要说有哪一款饮料称霸世界 那肯定是非可口可乐莫属 就算是可口可乐和百世可乐之间一直都有纷争 但不可否认的是 可口可乐是世界饮料行业界的绝对王者 而可口可乐之所以一直能够稳坐这个宝座 是那无可复刻的秘方 就算是大家怎么研究 也依旧做不出可口可乐的那种味道 而这个独家的配方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同时也是绝对保密的 据说世界上只有两个人知道完整的可口可乐配方 这两位的身份更是绝对的保密 你们知道可口可乐为了保住这秘方 都做出了些什么样的努力吗 这两位知道配方的神秘人是不允许私下见面 就算现实生活中碰面也要假装不认识 禁止两者乘坐同一个交通工具 不仅如此 可口可乐除了两人知道的配方之外 还剩下有1%的配方 由另外一个神秘人掌握 这三者各自保管着自己的部分配方 身份也绝对保密 将秘方守护的如此严实 才造就了可口可乐强大的品牌吸引力 为了守住秘方 可口可乐选择放弃上市 转变销售方式 你们知道吗 我们世界各地的可口可乐 都是总部工厂一同生产的原浆 将原浆售往全球克地的工厂 按照总部公司给的比例进行兑水 就成了我们现在喝到的可乐了 因为每个地方对添加剂和水的规定不同 造就了不同国家 不同地区 可口可乐的味道有一定的差异 所以说 每到一个国家 可以先试试那个国家的可口可乐 和自己常喝的有何不同 话又说回来 就算现在 三个掌握秘方的人 相聚在一起也没用 因为现在使用的配方早已改变 为了迎合现代人的口味 总部替代了不少的原始配料 加上以前的一些添加剂 已经被禁止使用在食物中 可口可乐也找了另外的替代 所以想要知道可口可乐的秘方 那确实是世界上的难题之一 然而作为饮料巨头 可口可乐一开始的定位 是一种生活必需品 宣称能够治疗消化不了 和治疗咳嗽的药水 跟秘方一样能够坚守本心的 可口可乐的价格也维持了多年 它是怎么做到的 可口可乐除了有秘方优势之外 它的价格也是众多饮料无法撼动的 其实很多国家都能制作出可乐来 但是其成本跟可口可乐的售价相比 都要高出不少 从20年前开始 超市中的可乐价格到现在 其涨幅非常小 以前觉得一瓶可乐价格 可能会有点小贵 现在在琳琅满目的饮料货架上 最便宜的饮料居然是可乐 这是因为可口可乐 有着完善的生产运营 渠道建设 还要对劳动法的严格执行之下 小范围进行拓展 建立优势 这是很多饮料厂商无法比拟的 毕竟可口可乐有了百年的历史 品牌效应和对自己领域的探索 已经达到了极限 可口可乐旗下 还有一个副产品 也深受欢迎 那就是非常便宜的冰露纯净水 它是市面上最便宜的纯净水之一 让每个人都能喝上干净的纯净水 这也借用了可乐的销售渠道 方式 那么你们认为 可口可乐若是公开秘方 它们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